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车代表公车应该受到向后的作用力 而站在公车上的人 此时也会与公车相同 受到向后的力 才能跟车子一样停下来 那为什么身体却是向前倾倒呢? 你可能会想起 在国中语高一时 我们有学过惯性这个概念 没错 人之所以会往前倾倒 实际上正是因为有质量的物体 都会具有惯性所导致的 在我们今天的这部影片中 再继续介绍惯性的意义 以及牛顿第一运动定律的内容 惯性这个概念是由科学家 伽利略所提出的 在他之前 主流想法都认为 物体要受力才会持续运动 外力一旦消失 物体就不会持续运动下去 这个想法与生活中的经验是吻合的 毕竟我们踢球时就会看到 球在与脚分开后 球的速度逐渐慢下来 伽利略由不同的角度来思考 物体运动的问题 他先用身边可得的道具做了一些实验 并在脑中将结果继续延伸 而有了以下两个有趣的想象实验 伽利略的第一个想象实验 是由观察小球在斜坡上的运动情形而得 他看到由斜坡往下滚的球 速度会逐渐增加 由斜坡往上滚的球 速度会逐渐减慢 伽利略设想 如果把斜坡逐渐放平 让球改成在水平面上滚动 这颗球做的又应是何种运动呢 伽利略分析 在平面上滚动的小球 此时既不是在下坡滚动 不是速度渐增 也不是在向上坡滚动 不是速度渐减 那唯一的可能性 就是等速运动了 伽利略的第二个想象实验 是先让小球在类似 碗弓形的轨道上滚动 观察结果 再往后延伸出来的 伽利略实验发现 若让小球运一蹲滚下光滑斜面 再继续向前滚上光滑斜面 小球会回到与原来几乎等高的位置 即使逐渐调低 延伸其中一边的轨道 这个结果还是成立的 伽利略因而又在脑海中想象 如果把斜面降到水平 小球应该就会无止境地 往前运动下去了吧 伽利略经过这两个实验分析之后 他提出了一反日常经验的想法 认为若是在水平面上运动的物体 不需要对物体施力 物体就会永远维持等速运动了 这种物体维持原有运动状态的倾向 就称为物体的惯性 伽利略的思想实验 或许你以前就有听过 对其并不陌生 但在此重述一遍的目的 是希望同学们也可以了解 并学习伽利略的精神 由事实出发 但别让自己的思想受限于现实所见 大胆猜想 跳脱框架思考 或许你们也能突破 目前人类技术的限制 将科学往前推进一步哦 在伽利略之后 牛顿想要研究物体的受力 和运动之间的关系 究竟什么是力 因此他想找到 没有受力和有受力的时候 物体分别呈现的运动状态 此时 前辈伽利略的思想实验 给了牛顿很棒的启发 站在伽利略的肩膀上 牛顿提出了牛顿第一运动定律 又称为惯性定律 若以现代的语言来说 第一定律的内容 物体在没有收到外力 或外力合为零的情形下 会保持原来的运动状态 也就是进者横进 动者做等速直线运动 第一定律是牛顿三大运动定律中 最违反直觉的 若是摩擦力可忽略 进者横进 动者做等速直线运动的特性 才会彰显出来 例如 在比较寒冷的国家 较流行的运动项目 冰上驱棍球 或冰湖比赛 因为冰表面的摩擦力小很多 就比较容易看到 物体的惯性现象 除了上述在没有摩擦力的情况下 可以较明显观察到惯性现象 其实 若是考虑质量比较大的物体 其惯性也会比较大 这里举一个生活中的例子 同学应该就能意会 在超市中 一台装满杂货的手推车向你冲来 一定比一台空荡荡的手推车 更不容易使其停下来 若不小心被它撞击到 铁定是很痛的 这就是因为质量越大 物体的惯性也越大 若要改变其运动状态 就更为困难 因此实际上 我们也可以用物体的质量 来代表其惯性的大小 今天就介绍到这边 邀请你尝试思考这个问题 在题目的五个选项中 A、B、C选项 是讨论物体的运动状态 D、E选项 是讨论物体的轨迹 我们依序来讨论 由牛顿第一运动定律的内容 物体在外力合为0的情形下 近者横近 动者做等速直线运动 所以A、B选项是正确的 C选项是错误的 需在有外力作用的情况下 才会看到物体成等加速运动 再由两种可能的运动状态 来延伸讨论其轨迹 若物体是静止的 其轨迹必然只是一个点 而若物体在做等速度直线运动 代表其不仅速度大小不变 运动的方向也不变 因此应该会是在一个直线上 等速往前冲 所以轨迹会是一条直线 第一是正确的 若轨迹是抛物线的物体 由前面章节的讨论可知 其一定还有受到外力作用 而做加速度运动 一是错误的 总结来说 今天介绍了 伽利略的两个思想实验 以及牛顿站在伽利略的肩膀上 而得以提出的 牛顿第一运动定律 这项定律又称为惯性定律 其内容是物体在 没有受到外力的情形下 会保持原来的运动状态 也就是近者横近 动者做等速直线运动 最后请思考看看 或者用这周的时间 观察自己的生活习惯与周遭的人事物 请问有哪些行为是惯性现象的展现 或者应用了惯性定律来解决问题呢 这边先抛砖引玉 提供一个例子让你参考 有些同学在清理黑板板擦时 可能偷懒不想用板擦机 而会拿两个板擦直接对拍 这个做法其实就是应用物体的惯性 来解决问题哦 因为板擦在对拍撞击过程受力向后了 但是本来附着其上的粉笔灰 因为惯性持续向前 并未跟着板擦向后移动 因此就与板擦脱离而原地落下 还有哪些生活中的例子呢 就等你仔细观察来发掘咯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